中國在九月初重新恢復中斷近兩年的臺灣文旦有輸入 農業部防檢署針對準備銷往中國的文旦加強檢疫 結果二十八批三百三十八公噸中仍有十二批一百六十二公噸 檢驗出藉殼蟲等有害的生物 檢出率將近一半無法核發檢疫證書 對此花蓮縣農業處表示 已經加強輔導農民要強化包裝 還有清潔的流程 用超級特寫拍攝文旦有蒂頭 可見兩隻白蟲 這就是粉藉殼蟲 另一張照片蒂頭外 有大量鈍藉殼蟲 中國重新恢復 輸入臺灣文旦有防檢署加倍取樣 結果發現二十八批三百三十八公噸文旦 高達十二批一百六十二公噸 檢出害蟲 不合格率高達四十八% 以正常的農產貿易來講 它的不合格率其實是偏高的 農業部表示花蓮區農改廠與農業處正積極輔導農民改善 農業處也坦言部分農民清潔跟包裝流程做得還不夠徹底 這些產品自然無法賣到中國 芮穗農會表示已經協助農民做緊急處理認為將來要保有中國市場得要想方設法做好檢疫 此次不合格率偏高是否坐實中國之前指出臺灣水果蟲害多的情況呢 農業部指出近年來文旦轉內銷儘管有消亡香港新加坡但不需要檢疫可能導致農民對病蟲害防治比較生疏 但部長陳俊暨強調不管消亡哪一國都要用最好的品質符合檢疫條件才是我們對農產品的責任 記者溫家凱林 致美 陳昌輝 花蓮台北報導